各位路人甲乙丙丁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要来谈谈有关力量的现象与本质 那这是一个全新的章节 各位会想明明是要讲土壤力学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讲到力量呢 这一集开始我们就要把力量的概念引入土壤力学中 那这一集其实讲的都不会考 但是会有帮助于各位对于力量的釐清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 请问力量真的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吗 各位有看到力量吗 当各位觉得看到力量的时候 其实你真正看到的是什么 好那请各位现在先看我的手 我的手现在抓住这台车子 往右萤幕的右边缓慢的移动 然后渐渐的越来越快 然后车子就消失在萤幕的范围内 首先我们再来讲清楚一点 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其实是通过你的五感功能去接收 在还没有经过大脑的时候 你的五感会得到一个现象 这些所有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现象界里面 那哪怕只是一个瞬间 里面都会有千变万化种类众多的各种不同的现象 就好像你看到我手指抓着车子往右边移动 那你会以为我叫讲的其实是车子在移动 或者它有一点转动 这样一个变化的现象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温度 颜色 压力 甚至里面的化学物质 也都有在变化中 这些都是因为你的感性 也就是眼睛的尺度 无法去理解 所以就被自动忽略的 那在每一个不同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的概念系统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力学 也就是主要针对的是物体移动和转动的现象去做研究 那为了要研究这样一个特定单一的变化现象 科学家所衍生出来的研究系统 就叫做力学系统 所以当你看到你觉得有力量产生的状态的变化的现象的时候 其实你真正看到的是物体 它可能是移动转动 或是不移动或是不转动的现象 但是引发物体发生这样一个现象的原因 却有非常多种 这边我们随便举几种 首先这个物体可大可小 大可大到地球 小可小到夸克 那首先有可能是液体的表面会有粘制力 或是质量本身会有万有引力 而电子会有电荷力 材料表面会有摩擦力 而分子间会有凡德瓦力 原子间有间接力 以上还有各种不同 尽管物理学家已经再把这些归纳成四大基本力 假设我们刚刚的现象我们车子画在这里 那科学家可能就是画一个力量F 向右 那这个F力呢 这是一个向量 这个F力呢 它的来源有这么多种 所以当你感觉到力量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自动的把这么多原因 归纳成一种特定的力量 所以当我们讲力量这两个字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一种抽象化的概念 好 现在我们进入大脑的理性 也就是你在心里中想的力量 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力量 它是由这么多原因去组合而成的一种特定的抽象的概念 所以在概念界中 它其实是现象的抽象化 而且会把它简化 那简化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要能够计算 所以为了能够计算 又定义了各种不同的力量 这些定义只是 其实就是为了方便 再讲白一点 为了与数学和解释现象做结合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力量被抽象化以后 又再度分类出哪几种呢 譬如说扭力 弯矩 简力 轴力 正向力 侧向力 内力 外力 超距力 接触力 均步力 和集中力 这每一个力量 它的原因都有可能是 这些现象去共同促成 但我们时常会混淆的就是在于说 上面概念界使用力这个字 而在五感的现象界也用力这个字 于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如果将上面和下面这两个力混淆 在概念上会造成解题目的困难 以土壤力学来说 土壤这两个字也是一样 现象的土壤与概念的土壤是不一样的 那抽象化的最主要目的其实就是针对它最主要 想要研究的单一变化现象去研究 在概念界的时候 我们不会特别去探讨 这样一个F向量 到底现象界每个原因出了多少的比例 我们只要知道 反正这些原因共同促成的F 最后会使物体产生移动或转动的结果 而这样一个结果才是我们所关心的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拜拜